上一回咱们说到 老鹰鬼爷俩守在水塔上 老眼看见这僵尸奔向了老李家 这红丫头腿脚利索 从这水塔上窜了下来 直奔着老李家 抽出匕首指着僵尸大声喊吓 这僵尸完声扭过头来 裂开大嘴刺起了獠牙 这僵尸冲着红丫头就抓了过来 红丫头往下一挨身 挥刀直取僵尸的肚子 那僵尸倒也灵活 一闪身竟然躲了过去 看得老鹰鬼就是一愣 僵尸可能知道红丫头不意对付 猛的一踪 越墙而过就进了院 红丫头也是紧跟着窜上墙头 可是个头矮了点 没窜过去 正费劲往上爬呢 老鹰鬼那边已经把这院门 就给打开了 这爷俩听到这屋里传出惨叫声 一前一后就冲进了屋 就进这屋里 僵尸如同老鹰抓小鸡 撵得李家兄弟东跑西窜 老鹰鬼喊了一声闪开 举手就是一枪 那僵尸听到喊声也往后躲 这一枪可就打在了墙上 僵尸不敢再攻击李家兄弟 警惕地看着老鹰鬼 老鹰鬼又开了两枪 那僵尸窜到炕上 撞破了窗户逃走了 红丫头想去追 让这老鹰鬼给这叫住了 这老鹰鬼啊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怕得问问这李家兄弟 李家老二叔 那个僵尸闯进屋里 跟他们索要钱财 老鹰鬼一天就更不对劲了 这僵尸口不能言才对啊 李家兄弟一口咬定僵尸会说话 还翻着白眼 给这儿穴了一遍 老鹰鬼这边跟着李家兄弟说着话 红丫头好像看到了什么 一蹦就高窜到了这炕上 这炕上又斑斑血迹 这应该是老鹰鬼那两枪 伤到那个僵尸留下来的 这就更加蹊跷了 能说话会流血的僵尸 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呀 这爷俩出了李家的门 开始沿着血迹一路追踪 可是走到村子边上的时候 血迹就不见了 再往前走 可就离着李家兄弟挖的 古墓的地方不远了 这爷俩又加快脚步 进了树林 来到古墓坑前 结果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爷俩小心地靠到了墓地边上 往下关桥 还是那口空棺材 僵尸也没有回来 老鹰鬼就把这埋伏在树上的几个人 都给亲户了下来 你们几个下来吧 爷爷 您总算来了 俺们守了半宿 又冷又怕的 也没看到僵尸啊 这可就怪了 这僵尸还真跟别的不一样啊 不行 得再回去找找 这老鹰鬼越想越不对劲啊 又返回头去 再想看看 来到了血迹消失的地方 旁边有一户人家 独门独院 这老鹰鬼就问村民 那是谁家 这老鹰鬼就想进去看看 村民说呀 那户人家可不太好打交道 想劝说老鹰鬼别去招惹 可是老鹰鬼却执意要去 爷爷 俺别去了 这鱼海特别孤僻 仗着自己有点文化 从来不打理人 也不怎么跟村里人来往 你就更得去看看了 虽然是半夜 院门却没有关 老鹰鬼就推门进了院 吆喝了起来 这屋里的人并没有睡 看样子是不太想让他们进去 隔着窗户 往外面撵他们 谁让你们进来的 给我滚出去 这村里烙京师 你这这儿又偏偏 我们来看看 老鹰鬼可没管他那套 还是带着人推门进了屋 这户主鱼海 盖着个被子坐在炕角 手指着老鹰鬼等人往外拧 你们年轻人 火气还挺大 谁让你们进来的 给我滚出去 挨个屋瞅瞅 看看有没有僵尸 老鹰鬼啊 说是怕着僵尸 藏在他家伤着他 让跟来的几个人 四处吵吵 我让你们滚出去 你是不是聋啊 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年轻人别那么大火气 第二爷你看 这老鹰鬼也不管 这鱼海愿不愿意啊 一屁股坐在炕上 抛出了烟袋锅子 那几个小伙子中的一个人 在这西屋里 翻出了一身清朝官服 这老鹰鬼就问鱼海 他家怎么会有这玩意儿 你们拿我戏服干什么 你家里怎么会有这玩意儿 我 我在县剧团上吧 这是我唱戏穿的戏服 哎呀 那你们剧团也太不像卫生了 这都摆来时你没洗过了吧 咋还有股死人味呢 那就用不着你管了 你还给我 这鱼海解释得倒也合理 那身官服不但破旧 还有这浓浓的尸臭味 老鹰鬼知道鱼海在边瞎话 一直猫在被窝里捕出来 肯定有鬼 你一直猫在被窝里捕出来 僵尸是不是藏你被窝里了 老鹰鬼扯掉被子 露出了鱼海受伤的腿 看样子是刚包扎好 还往外渗着血 鱼海解释说是不小心刮伤的 红丫头站在一旁早就按捺不住 一蹦刀就窜到了炕上 抽出了刀子 这鱼海还想抵赖 他可没想到红丫头是真敢拿刀划他 脖子上吃痛溅了血 鱼海可就害怕了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僵尸让我打死了 这鱼海慌里慌张地说了实话 可这实话却听得众人一阵的心惊 鱼海没敢隐瞒半点 说出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这鱼海是县剧团的 没事会在家练练嗓子 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他正掉嗓子呢 院门被人就狠狠地撞开 扭回头一看 正是村里闹得正欢的僵尸啊 这僵尸进了院 开始对这个鱼海扑咬 吓得鱼还是满地乱窜呢 一直被逼到了墙根处 无处可逃 他手往边上一滑了 摸到了顶门用的棍子 在僵尸咬过来的同时 抡起棍子就砸了过去 这一棍子就打在了僵尸的脑袋上 把僵尸打倒在地上不动了 鱼海瞅着地上的僵尸 想起了村里人说的李家兄弟 花坟得宝的事 于是财迷心巧 穿上了僵尸的衣服 又给自己化了妆 想找李家兄弟讹些钱来 不成想遇到了老烟鬼爷俩 老烟鬼等人听的是个心急呀 要按鱼海说的 在这后院柴火堆里找到了僵尸 让村民把这僵尸抬走 架起火就给烧了 又在院子里找到了 于海说的顶门棍 那棍子老烟鬼还沾就认识 年轻时听妻就老爷说过 原来呀 这棍子是生堂问暗 牙以手里使得水火无情棍 村民们烧了僵尸 又对老烟鬼爷俩是千恩万谢 爷俩别过了村民准备骑马回家 可是刚走到村口 就被一位妇人拦住了去了 老烟鬼就问那妇人为啥拦住他们 哎 你这是干什么 求你救救我儿子吧 他让毒鬼给缠上了 老烟鬼就了